您的競選問題 您什麼時候做決定要參選的原因是什麼 好 我大概是去年 實際上去年的時候才開始有這個念頭 其實這麼多年了 20年來 其實坐立是20年來 我一直對社會問題都非常關心 從之前的47號提案 Proposition 47 然後到ACA 5 5號提案 然後到後來現在演變成了7號提案 然後我對這些關係到老百姓 這種一個生存 民生 教育 這種最基本的這些問題 這些議題 我都非常的關心 我決定說明 給我們說一下您本人好不好 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從事律師行業 您做的是商業法還是移民法 是什麼樣的法律 給我們介紹一下您 好 我是從2004年 20年前開始做律師的 我本身做的最多的是訴訟 我做這個 Litigation Litigation 對吧 這個商業訴訟 民事訴訟 離婚 刑事訴訟 集體訴訟 我全部都做 所以我是那種幾乎每一天都會在法庭裡面的那種律師 OK 好 那你接著說 然後這比如之前就像大概也有差不多快10年了 之前的Jimmy Kimball就是美國有一個脫口秀的一個主持人 之前就發生這個魯華事件 節目裡面一個小孩子六歲說 我現在這個怎麼樣欠中國的錢不還 那麼小孩子說可以大砲打過去把中國人全部打死 就不用還錢了 那麼Jimmy Kimball哈哈大叫說你真聰明 真聰明 真了不起 後來我就把這個Jimmy Kimball還有把最後的迪士尼亞公司全部都告 就覺得是不對的 對吧 這個人被打死 我們華人同胞被屠殺 是怎麼好笑的呢 然後第二 張英英事件也是 後來FBI都已經說了 兇手就是那個Christians 是他張英上了他的車 是他把張英殘忍地打死了 結果沒有一級摩扎的檢控他 我就直接寫信給司法部 打電話給司法部 然後問他們為什麼不以一級摩扎的檢控他 現在民憤極大 我們鄭重要求 你必須要依法辦事 現在Chris Simpson在監獄裡面 他是無期徒刑 這輩子不再出來 所以我覺得在這些最關鍵的這些事情上面 我們一定要挺起胸膛 要戰鬥到底 那麼趙州長其實也是我這麼多年這麼一貫的一個鬥爭的 這麼一個延續 那為什麼要去選這個議員 我覺得我之前就是這個座律師也好 我其實有自己的一個視頻節目 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龍珠噴天下 第二個是一次龍珠會 所以我覺得我說的再多 聲音再大 我還是觀眾 我不是球員 其實我看得剛早起 就說你這個騎 這麼踢這麼踢 你這個踢的不對 亂踢 結果越看越生氣 覺得我實在看不下去 我自己要下場踢球 因為加上這些惡法 現在加州市盜匪橫行名不了身 對吧 那比如舉例說明 這個AB195 小孩子13歲以上 如果想變性可以自由變性 政府會安排 學校會安排 並且這個法律規定 老師和學校不准告訴家長 小孩子要變性 如果告訴家長 老師是違法的 這個法律本身跟SB17子同出一整 其實你不告就不告了 還出台法律不准告 就換個方式說老師必須說謊 打個比方 這個小孩子如果一天沒回來 可能要去變性做手術了 家長問老師說 我們家這個醬怎麼還不回來 聽外面說他要去變性做女生 真的假的 老師必須看家長的眼睛 非常認真地說 No That's not true 這個太不要臉了 這個法律逼著老師必須說謊 老師是為人思表 所以就所有類似的法律 所以SB94也是這個流氓法律 就是說你只要殺人不超過三個 坐牢坐牢25年 現在本來是無期徒刑的 要等待執行死刑的 現在全部釋放出了 已經放出了100個 如果你們家隔壁 這個小區裡面拿了一個 可能老頭五六十歲 怪怪的 對吧 然後眼睛看人 不敢直著看你 那麼你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剛剛釋放出來的殺人犯 對不起 這是哪一個法律 這是SB94 是嗎 OK 我都不知道 您繼續 對吧 然後ACA7也是一樣的 說我們要多元化 不能單獨看成績 要看別的 那為什麼不能單獨看成績 看別的怎麼看的 說到底 就是我們華人小孩讀書太好了 太聰明了 太聰明也好 太用功也好 既聰明又用功也好 你別的族裏 幹不過我們 考不過我們 只好耍爛 什麼多元化 那麼NBA打球 全是黑人 對吧 然後全是年輕的 那為什麼不多元化 你為什麼不叫我去呢 我去最多元了 對吧 你們都是黑人 我一個中國人 你們都很高 我很不高 你們都身材矯健 對吧 然後這個劍步如飛 我走步好像要摔跟頭一樣 我這樣子最多元化 為什麼不叫我去呢 你耍賴嘛 所以說到底就耍賴 考不過你 然後啊 當然不能說我們笨 對吧 這個沒辦法了 只要跟你拿個狠 就拿個狠的說 現在SAT也不用考 因為他只要考不過你 直接把考試取消 所以這個太不要臉了 馬斯克也是 馬斯克他們家本來大兒子 現在大兒子沒有 多了個大女兒叫Vivian 你看馬斯克這麼有錢有勢 小孩都招了毒手 普通人家你想要幹的 OK 那您去競選這個州議員 加州州議員 現在民主黨是超級大多數 您就算 咱們就算您選上了 那您能做什麼呢 我覺得第一 這一法我全部都會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49區 大家覺得說劉律師 你選他的機會很小 選不上 初選 因為49區 共和黨的註冊選民是18% 我初選得了40% 說明有22%的民主黨和自由派 棄案透明 然後呢 選舉人社投了我的票 因為大家的眼睛是血亮的 因為事實擺在眼前 就很簡單 你就問你自己一句話 很多人說劉律師 我也搞不清楚民主黨 共和黨 我還以為民進黨 這個沒關係 你只要搞清楚一個問題 你們家兒子出去 你希望他回來是個女兒 你不希望 那麼你就是要偷偷 除非劉律師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你永遠強托 生活很有趣 那你不要偷偷 好 那就算您能選上了 那你怎麼辦呢 面對絕大多數的民主黨 他還是那個簡單 那您能怎麼辦呢 或者您覺得 我這一個選上 我會鼓勵其他很多人 我覺得任何的這個社會的變革 比如像這種選舉一樣 都是一點一點開始 因為我覺得大家現在看到 看到選人贏的事實 擺在你面前 我們這邊Arcadion High School 很多華人的 小19歲 小女生 後來呢 學校的各種老師各種慫恿 說你可能是個男的 對吧 然後呢 You have to be brave 你要勇敢 你要勇敢的變性 你不用怕我來幫你 結果變成一個男的之後 每天打針是這樣 生理巨大痛苦 心靈巨大折磨 實在受不了 臥鬼之殺 一個先活的生命就沒有了 所以這種惡法會害死人 為什麼這麼說 能死了 是真的害死人了 不是說一個比喻 真的能死了 這個家庭的痛苦是一生的 對吧 因為它是不符合人類正常發展 人性的這麼一個東西 就像在泰國 很多人妖 人妖很多 活得不超過40歲 很多人到泰國去跟他們拍照片 什麼人妖到處拍照片 很多人跟你講說 這個你看這個這個 這些人都已經死了 很多人妖不超過40歲 好 那您這次競選 您是第一次從政嗎 對 是的 好那你跟我說說看好不好 做一個華人去從政 而且一下子 直接選這個加州的眾議員 好 您遇到的怎麼講呢 這個感覺到好的地方 和感覺到challenge的地方 各是什麼 各給我們舉一個 就是說講一點好不好 最重要的一點 好 我覺得好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 這是我的一個理想 然後我做的是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人生最高的一個境界 是奉獻 是give back 因為為什麼 我永遠相信一句話 英文裡面一句話叫做 you take you make a living 你索取 你會討個生活 you give you make a life 你奉獻 你會過創過光輝灿亮的人生 所以最好的一點 就是說 我做的這個事情 是個正義的事情 是個對的事情 我覺得我人生的意義 就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的一個使命 所以 英文裡面一句話叫 calling 這就是我的一個使命 並且我的專業 我之前不但是 我現在不但做律師 我之前還在 我們南加州一家高中 我曾經交過美國憲法 U.S. Constitution 所以我覺得做的是個非常正義 然後呢 完全的超過我自我 所以雖然每天非常勞累 但是呢就是身心非常疲憊 但是呢我精神非常高卡 因為我做的是個正義的事情 這是一個好的 那麼一個不好的 有什麼不好的呢 不好的呢 就是說我覺得 就有時候呢是什麼呢 就是說 很多華人呢他不理解 他卻說的律師啊 你呢這個難度也很大 你呢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華人說 你這個選上去有什麼好處 然後呢我們支持你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呢就是很多華人 他意識不到 我選上去 跟這些惡法做鬥爭 我確定這些惡法不會通過 我可以提出我的議案 把這些之前的惡法推翻掉 大家都有好處 他看不到這一點 他看到呢覺得說 你呢如果萬一選不上 我呢支持你 然後呢花時間也好花錢也好 我不是吃虧了嗎 那麼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心態 所以呢我覺得 我有時候呢會的確心裡會難過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 這只是個暫時的 然後呢我自己做的 我不斷在做 不斷在給大家看我做什麼 大家呢會理解到 我做的事情不是為了我 是為了每一個人 嗯好 那作為一個過來人的話 就是剛剛在做聲明提到 說為什麼我之前從來沒選過 人家都是選個什麼 什麼學區的教委啦 水局的董事啦 再選什麼市議員這個市長 然後呢狂選了20年 最後來選州議員 我連一個居委會主任都沒選過 HUA都沒選過 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很簡單 因為我只有在州議會 我才可以有立法這個權利 我才可以制定法律 我覺得我才能真正的 把我的這個知識 把我的經驗 把我的這麼一個見解 然後呢最大程度的發揮出來 可以照顧大家 OK 那劉律師您現在 競選過程中 您需要的人手 是從哪裡找來的 您需要的經費 從哪裡找來的 好 人手呢有一些義工來幫忙 我也不認識 很多人來知道我選舉 然後呢過來幫忙 然後呢他對我了解之後 他覺得說劉律師 你隨時打電話給我 我睡覺睡到 還有呢這個經費 經費呢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是捐贈的 大部分是我自己花錢 因為呢 這個捐贈的部分 我特別提一下 其實有的人呢 他捐錢多少都不重要 他呢給我寫信 他說劉律師 我這個賺錢不多 我給你捐個500塊 你去買幾個牌子 你做的是正義的事情 我是讓你知道 我還有無數人都在支持你 會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嗯 非常非常的 我就覺得說 你這個錢捐給我 500也好 50也好 5塊也好 那麼你對我的 是一個信任 是一個支持 你這個錢完全可以自己 這個 譬如買件好衣服啊 買個包啊 然後呢全家去搓一袋子 你沒有 你選擇捐給我 你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你對我的這個信任 如果我沒有自己 然後呢激盡全力去競選 我覺得我對不起你 我其實我就是個騙子 嗯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這裡面有個什麼呢 這個錢呢 很多人選舉的時候 各種籌款倉會 我辦了一次 就再沒有辦 我這個人呢 批骨 人家說劉律師 你確定你批骨嗎 我是 更能他要錢 我開不了這個口 開了半個籌款倉會 我呢 開了我覺得 怎麼說 就是說大家來支持我很高興 但是呢開口給人家價錢 叫人家捐錢 我開不了這個口 我覺得算了 我自己呢就花錢 我這個 這個就不用了 我叫人家捐錢 我覺得你想捐 智能會捐 你不捐我再說你也不會捐 第二不會捐 反而呢 我也不好意思 你也不好意思 大家都不好意思 不需要做這個事情 那你現在有沒有什麼財團 或者什麼PAC 來在背後支持你 完全沒有 我是三無人員 共和黨有沒有支持你 沒有 完全沒有 我是不但沒有 我是三無人員 第一 沒有經驗 第二 沒有人脈 第三 也沒有雄厚的財團 沒有雄厚的競選資金 我是三無人員 但我有的是什麼 我有的 我覺得 就好像英文裡面一句話叫做 說 這怎麼說 My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嗯 嗯 您說共和黨沒有給您培訓支持經費 沒有嗎 這樣 進來問 共和黨給我的競選 這個經費 到全部加起來目前為止是700塊 嗯 OK 好 那我下面問下一句話 您贏了初選 沒有 這個700塊 我覺得我是很感謝的 它表示了一個支持的意思 OK 就是一個表態 一個表態 那您在初選贏了40%的選票 您怎麼贏下來的 給我們介紹一下經驗 假如我們華人也想參與政治的話 有什麼可以從您叫記取的 你怎麼會拿到40%的選票 我覺得可能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我代表的其實是大部分人的心神 就很多人他呢 早就不滿這個事情就很久 可能怪貌看到我出來 我覺得我呢 看到我無知者無畏 然後呢投票給我 我覺得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呢 就勇敢的選 我覺得那個問題大家覺得說 哎 你反正也贏不了啊 然後並且人家可能找你麻煩啊 對吧 可能會有給你穿小鞋啊 給你各種壓力啊 人家覺得說我這個事情 感覺就不是一個明智的去做的事情 但是呢我出來 但是很多人覺得你出來做太好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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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做不了 但是我可以給你投一票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說的是大部分人的心神 他不希望小孩出去死孩子回來 沒有人希望這樣 怎麼會有這麼智障的法律呢 OK 那您覺得 現在您最需要什麼 像方偉的觀眾您需要他們為您做什麼 如果他們願意支持您的話 我需要的就是大家給我投票 然後呢大家一定要投票 因為你只有投票 你才從觀眾成為球員 因為你投票了 我選上了 我才會 跟這種惡法 跟這種惡人做鬥爭 確定 你不要說 這個 這個 在吃飯吃了一半說 我這個車會不會被砸 這個 我還是去看看 每五分鐘就看一次 你這個飯能吃好吧 你肯定吃不好 肯定消化不良啊 我雖然如果安排一半 我這個如果現在社會安全 對吧 我提上的就是公共安全 打擊犯罪 罪犯必須坐牢 你雖然吃了一個飯 可能吃了一個盒飯 兩菜一趟 但是呢你心裡平靜安安 你可能吃得很香甜 吃完就覺得很開心 好 因為你如果美國不安全 你其實生活在自己的辛勞裡面 那美國生活的品質完全沒有 那生活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投票 因為你投票 你才能從觀眾成為球員 那麼你才能真正在美國 在投票的一瞬間 你成了組了 OK 好 能夠說一下 您的49選區包括哪些個城市 跟我們列一下好嗎 好的 49選區有哪些城市 我們先從這個西邊來說 對吧 這邊有那個El Monte 有這個South El Monte 然後呢 我們有Arcadia 雅凱迪亞 Temple City Temple City Santarino 聖馬利諾 聖基比尔 聖盖博 South聖盖博 南聖盖博 我們有Monterbury Park 蒙特里公園市 有阿漢布拉 有South Pasadena 南 Pasadena市 然後呢 我們有Monterbury 有蒙蒂百羅 所以呢 全部架起來 有11個城市 70度是華人城市 我們這個49區 華人人數超過一半 哇 好 這幾乎成了一個華人 可以決定的一個選戰 所以我們的華人朋友 您覺得怎麼樣呢 如果您住在那邊的話 看了今天節目的話 您會怎麼選擇 留下言好不好 在下面留個言 那劉律師 對於不在您的選區的華人 您希望他們做什麼 你要跟他們說什麼 好 我還是還是一樣 我覺得你在美國 一定要勇敢的這個參政 勇敢的議政 然後發出你的聲音 那麼我覺得你這麼做 你去投票也好 像我這樣去競選這個公職也好 那麼你這麼做 你不但是你的一個權利 也是你的一個義務 因為你只有這樣 我最大多數人他聲音發出來之後 美國的民主自由才真正的成為現實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 美國這個文化 我覺得是會教的孩子 這個有湯匙 所以就一定要發出你的聲音 所以我常常出一句話 叫做 The power is not given It is taken 你要勇敢的維權去投票 發出我們的聲音 不能的話我們在華人 尤其華人女性 實際上是所有這些打砸牆 砸車、搶包 裡面最大的受害群體 第一是女性 第二覺得你們華人有錢 第三更重要的是 你被搶了 你也不能包我怎麼樣 你沒得管 對吧 你那就稀釋寧寧 就算了 算了的結果 就更多的女性被搶 更多的包被搶 更多的車被砸 不是嗎 所以你要勇敢的發生 不但是你的權利 也是你的義務 只有這樣 我覺得我們華人在美國 才會得到尊重 才能夠得到我們英勇的權利 我們要求的不是特權是平權 對吧 所以我常常說的一句話 就是有句話叫 United we stand 團結就是力量 後面我要再加一句 Vote we win 投票才能勝利 OK United we stand and the vote we win 好的 非常謝謝劉律師來到方偉的節目 就是所有的我們的觀眾朋友 大家也了解了 通過這個節目看到劉律師的 這樣的他的想法 他的經歷和他的期待 所以呢 您對劉律師有什麼樣想法 給劉律師留一句話好不好 這句話寫在這 我會都轉給劉律師 那麼也許對他的選舉 會起到一個助力的作用 好非常謝謝大家觀看這個節目 也非常謝謝劉律師來到方偉的這個節目 希望您二十多天之後 希望您這個高票上榜 高票當選 好謝謝方偉 謝謝各位觀眾 好 拜拜